柬埔寨过去十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年度增长率维持在7%左右 超越了区域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 李柏阳见证了柬埔寨经济的成长 并以翻天覆地形容金边地区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是进步了 速度是蛮快的 从我们2000年到现在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你如果经过路边了 你都可以看到卖这些所谓的建筑器材 这些人在悄悄打打的 要物质要放心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就看到很多 但是我们外面来的人 你会感觉到它是在乱 但是他们实际上他们是在进步 建筑业房产业 是柬埔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柬埔寨政府在2019年的首四个月 建筑业投资额高达27.42亿美元 比2018年统期增长67% 叶庭杰约十年前出道柬埔寨 涉足可负担房产业的投资 将目标群体锁定中产阶级 现在的柬埔寨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柬埔寨是 大家东南亚要过来 投资人的最好的时机 因为它现在处于 这个百费代性 你现在过来呢 是做好你的准备 我觉得三年嘛 就会有这个经济腾飞 所以你现在过来 做各种的投资 做各种的了解 是最好的时候 柬埔寨在我来的时候 现在还是 柬埔寨基本上大多数柬埔寨 还没拥有房屋 刚才我们说70%是年轻人 基本上这70%的人 是还没拥有房屋的 我来的那个年代 他们平均收入 大概100到200美金 我是希望 一些房屋呢 是他收入800到1000的 中层 金边为什么会有中产 柬埔寨五大魅力 五大为什么经济沉飞 第一我们现在 以前不可以讲 现在说暂时呢 这几年柬埔寨是政治稳定 是一大因素 第二我们当然说 也很大影响的就是美金经济体 这个美金经济体呢 我说把整个商流活动可以打定下来 因为它是有美金的 就算我说柬埔寨有一天政治动荡 它不会像我马来西亚 马币跌 它不会像台币 台币跌 你不会因为柬埔寨在政治动荡 而美金跌 然后当第三人力之言很重要 很友善的一个企业的一个环境 鼓励企业的一个环境 它很鼓励你来 你开家公司 其实你自己去搞千多块美金就搞到了 在柬埔寨它比较特别 很多人把这个语言忽略了 柬埔寨人只讲坚语 所以我个人说 是造就了帮助了柬埔寨经济成长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就我们经常说 很多外国人来我们国家投资 他投资 他讲说是金钱 但是他不雇用我们本地人 他不来了 他把他国家人带来整个东西做 在柬埔寨其实是你做不到的 那因为这里我说 当时他经济根本还没开始的 你是一个守的一个年代 你是负担不起这么多昂贵的一个外国人的 所以你会怎么办呢 你尽量尽心尽力地培养一些本地人 由鸿森所领导的独裁政府 自1985年稳抓大权至今 政治上趋于稳定 并推行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 接受大量的外国投资 在2016年10月 中简双方签署合作文件 启动了一带一路的经济效应 不少中国投资者纷纷涌向金边 在金边重视经济顾问的苏伟顺直言 政府虽然对投资者持开放态度 不过存在于市场中的灰色地带 包括不透明的交易 招标以及过度依赖人际关系 成为投资者最大的半九十 这些挑战者会有很多公司 第一个挑战是找到最好的伙伴 我不是说那些 Cambodians不信心 而是找到最好的伙伴 有一個人有一個同意的想法 因為有一個社會的溝通 經常會進入會議會 每個人都說是 對,對,對,對 但沒有實際起動 當中一個私じゃあ 除了做的關係 是建立了聘訊的 由国际透明组织最新公布的 2019年贪污感知指数 柬埔寨取得20分的成绩 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62名 虽然当地的经济成长得利于 经济稳定与市场化政策 不过贪污与受贿的问题 却没有获得相对的改善 没有政策 我永远不会建议我的客户 去做错的事情 我感觉是错的 我认为有关联系的关联系 不是错的 是一个预备 只要你不做什么阻碍 金边这几年的高度发展 市场渐须饱和 投资客转移阵地 锁定西哈努克港 这个拥有全柬埔寨 唯一深水港的经济特区 金边已经变化了 地有贵什么贵什么 像外发展 比如说我要骑个厂 我要骑个坐鞋的 或做什么东西的 就去西港那条路 因为那边有组织 所以运输方便 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方便 所以厂会骑在那边 然后能够create job employment 所以新春的人开始 有慢慢有那些厂 在开始的时候 他们本地那些人就开始有收入 在大量的中资投入下 西哈努克港从一个小渔村 摇身一变成为集赌场 旅馆公寓 鱼以身的城市 中国成为了柬埔寨 在经济上最主要的援助国 投资者与贸易伙伴 对当地华人而言 是机遇也是挑战 目前也有中国的投资者来比较多 投资是排到中国第一的 包括旅客也是中国的游客 比较超过排第一 现在中国也是宴住第一 投资第一 游客第一 有些政府的基础建设 修路修桥一些 有低息也有无息的 给你借了 将来又慢慢地还了 上次他们来 有一批是做网上赌博的 就叫邵西港那边 可能那时候有一些 因为赌场一来 有一些不法分子也跟着来了 所以比较有一些闹事 就会影响到华人华侨的民营 但是现在控制得很好 不是全部没有 个别还是会有 但是不会造成那种太大的影响 亲近中国的柬埔寨 历经了指数性的经济成长 对在当地耕耘 创业的马来西亚华人而言 这里是一片充满机遇的黄金地 柬埔寨就是现在 整个东南亚的最主要的热点 所有钱要来 所以因为它的人流 它的人才会到 钱会到 我个人觉得 最快三年 最慢五年 柬埔寨应该能达到 你说其他金融体系话不懂 不整个活动 我觉得五年会到了 经济腾飞 三年会是真正的经济腾飞 我本身是觉得 很多时候 professionally people think it's career suicide coming here a lot of people think that but to me I feel like if you allow yourself to be here for the long term it's actually more beneficial for you because you would have gained so much experience doing things that at my current age I wouldn't be doing in KL